好 弟兄姊妹 下午平安 我们单刀直入指腹梯 这个 before我进到我的PPT之前 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 我想我们都传过福音 对吧 传福音很难 很困难的一件事情就是带领人 悔改 你信不信啊 好像还比较容易 你愿不愿意悔改啊 这个杀伤力比较大对吧 那你知道带领人悔改是不容易的 那我问大家一个问题 你觉得教会当中最难悔改的人 是哪一类人 我只能读口型 这个我想 教会当中可能最不容易悔改的 不要想象是那些硬着景象的 很有可能就是牧师传道 长老直视 好了 我基本上把我们中间 所有在座的都包挂进去了 弟兄姊妹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华人的观念和文化当中 这些人是领袖嘛 对不对 我今天要分享的叫做领袖的角色 什么叫领袖呢 大家记不记得王仔说过一句话 叫做为天地立心 为生命立命 为往胜济绝学 为万世开太平 哇 我们要众人 这个叫什么 举世接着我独卿的 众人接罪我独卿的 我怎么可能 我怎么可能是一个软弱的呢 是一个犯罪的呢 是一个犯错的呢 所以啊 其实传道人最难悔改 这句话不是我说的 是宋尚杰牧师说的 大家知道宋尚杰常常强调悔改 这件事情 他在他的讲章当中有这样一句话 我念给大家 教会的领袖不悔改 教会绝不能复兴 教会中程度越高 地位越尊 越悔改越难 亲爱的同工 我若说的不对 你的教会为何不兴旺 我若说的对 你为何不悔改 哇 一阵间歇 那好 你说 有的时候传道人也会悔改 对不对 但是呢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 这样一种的悔改 就是他不悔改还好 他一悔改哈 我觉得他的悔改太高不可怕了 我曾经听过一个传道人的悔改 年末 这个新年年初 一年年末的时候 他站起来悔改说 主啊 哦 赦免我 我真是软弱 我去年只带了五个人信了 这个信主 哇 他一悔改完了 人家一听说 传道人为 这个人只为 带领五个人信耶稣悔改 那我怎么 他不敢悔改了 你知道吗 这种悔改让听的人更觉得高不可攀 那弟兄姊妹 今天我其实是 我觉得是 我们每一章都有一个连接性 我跟这个杨师母是有一个 有一个关联性的 这次讲到领袖的角色 其实就是领袖在门峻当中的一个角色 那我想领袖 跟这个世界的统治者不一样的就是 其实我从一开始奉献的时候带领我的牧师就告诉我说 领袖意味着什么呢 榜样 责任 我觉得这是没错的 但是当我们讲到榜样的时候 这个榜样究竟是一个怎样的榜样呢 那这本书的作者说 其实在世界上当我们讲到榜样的时候 他应该是一个完美的 他应该是一个实权实美的 样样我都可以去学习 去效法 去尊重 去敬佩 去佩服的 去羡慕的 但是呢 这个 他说还有一种榜样 或者说应该成为的教会的领袖 牧者传道人 应该在门讯当中成为一个榜样 是一个怎样的榜样呢 持续成长的榜样 说持续成长 其实这是一个很好听的说法了 那其实换一个词 什么叫持续成长 就是表明我还有很多的不完全 表明我还有很多的软弱 所以当作者在这本书当中说 他要做一个什么样的牧师呢 他说我要成为一个公开坦诚自己短处的牧师 我选择一个有缺点的真实的破碎的 不造作的传道人的形象 进到教牧的服饰 我要以一个被神赦免 不断被洁净一个不完美的个体 和持续成长的人 开始我门训当中的侍奉 我想这是非常 非常重要 但是也非常有挑战性的事情 因为在华人教会的文化当中 你知道吗 我们把这个牧师传道或者是教会的领袖 想象或者把它推到一个很崇高 很完美的地步 但是他如果我们发现他犯错了的时候 你知道吗 我自己的发现 常常是暗暗的把它修了 这样子 我们不太容易 给他一个机会让他坦诚的 去坦诚不公的 把自己的真实的软弱给放大在大家的面前 然后看神的恩典怎样在这个传道人身上够用 所以在这本书当中 这本书他就用了一个词 这个title是这本书的作者给的 叫做戴面具的属灵机器人 戴面具的属灵机器人 我就想到我之前看到的一个漫画 是叫做蔡颂徽牧师画的 你看 左边这个 长着翅膀 头上有光环 然后面带微笑 对不对 感觉很神圣 在祷告的一个动作 但是他把这个衣服脱下来的时候 把面具那个笑脸的面具脱下来的时候 光环摘下来的衣服 放下来的时候 你知道吗 可能他是很破碎的 可能他是有很多眼泪的 可能他是处在一种很软弱的状态 但是弟兄姊妹你知道吗 我们先不说教会 对于我们传道人自己而言 我们坦诚我们是这样一个软弱的 不断需要神的恩典 才能够继续服侍下去 这是不容易的 我自己啊 曾经经历过一件小小的事情 就是 你知道我 其实我的脾气是很不好的 我的脾气是特别是对家人 很抱歉啊 在家人 我的有的时候啊 压力大或者怎样 有一次我在家里大发了一听 骂完太太骂小孩 大骂一顿之后 你知道我发现一件什么事情吗 我一敞门 弟兄姊妹有来过 因为他把东西放在门口了 你知道吗 我说完了 这下完了 他肯定听到了嘛 如果没有听到的话 他一定敲门嘛 他要他来给我送东西嘛 但是东西在门口人不在 就证明人家不好意思 你看传道人在这里 我在想说完了 我的形象从此以后就崩塌了 你知道吗 我就在主面前 好难过好难过好难过 在难过的时候 我听到圣灵跟我说一句话 我说我的自我形象崩塌了 圣灵说什么你知道吗 该崩塌的就让他崩塌 该崩塌的就让他崩塌吧 我感谢主 主也是在对付 我们很快啊 下一章 谢谢 这样一个戴着面具 服侍教会 服侍团体 服侍小组的领袖 会有怎样的特征呢 我根据这本书上总结了几点 第一个 他压力会很大 压力大到他无法招架 可想而知啊 你想想戴着一个面具 他明明不快乐 他必须装得很快乐 明明不刚强 但是他必须表现得很刚强 是压力很大的 第二个 他不会有真实的朋友 没有所谓的知心的朋友 能够分享自己软弱的朋友 第三个他服侍当中会失去喜乐 甚至会充满恐惧 就好像我一样 对吧 完了 我的发脾气的面目被人家听到了 他会很害怕的那个时候 然后呢 那个作者说了一句话 我扣下来了 他说这种人会好的 不好的 他肯定就半途而废了 好的呢 他会咬紧牙关 忍气吞声 或者是怎么样 这个 然后呢 直到退休 这样的服侍是很可怜的 对吧 这样的服侍不仅痛苦 不仅孤单 其实也是很可怜的 没有服侍当中的喜乐 没有服侍当中经历的得胜 所以 那假设 好了 假设有一个领袖 真的是这么完美好了 这样的假设 真的就是个假设 不成立的 如果有这样一个领袖 在我们的小组团契教会当中 那就一定会好吗 首先 这样的领袖出现的时候 这样的领袖 就是一个完美的标本 对不对 所以呢 他好像是一个万事通一样 你知道吗 他能够解决 他有一切的答案 他有一切问题的解答 所以我凡事都可以去找他 你知道这样的领袖的话 如果是这样一个形象服饰的话 我们自己也会有一种 这叫做救世主情节 你知道吗 我们享受于对别人 有软弱就来找我 有问题就来找我 这是 但是呢 如果我们凡事都来找领袖 我们很明显就影响了弟兄姊妹之间的关系 和弟兄姊妹跟上帝之间的 求问神之间的那个 那个第一手的关系 第二个 在这样的一种完美的 文化完美主义的影响下 哎呀 就好像那个牧师的 这个这个分享 这个牧师的悔改 人家人家悔改是为着 为着只带了五个人 信主悔改 你知道吗 我们会觉得自己很糟糕 小组的弟兄姊妹会觉得 我我我根本不登大雅之长 我根本不敢说话的 在这个教会里面 我会去自我形象会很糟糕的 另外呢 他会将这个偶像领袖给偶像化 这就是为什么一个领袖 一旦有跌倒 大批的人会跟着跌倒 当然半岛人的事是难免的 那半岛人的有祸了 但是如果我们能够跨过领袖的软弱 直接跟神建立关系 不会这么惨的 时间的原因 因为我不讲实力了 我们接着 我们先看下一条 很快了 这个 好 这是这本书当中的一句话 我扣下来 一个领袖不应指牧养别人 而且要创造出一个牧养 相互牧养的环境 那为了创造这种环境呢 就要展示自己的软弱 下边这句话是我上个周 讲陈导的时候 我刚刚讲的陈导信息的时候 我说我们或许能够谦卑到去洗别人的脚 无论你的脚怎么脏 我都弯下腰来 竖上腰 我去给你洗脚 很谦卑对吧 但是呢 我们很难谦卑到一个地步 让别人洗我们的脚 你敢不敢露出你的臭脚丫子来 这是 这是 我在说这是很大的挑战 下一张 好 那 的确 我圣经的确对属灵领袖在品格上 生命上有一定的要求 这是从提摩代前书和提多书 我摘出来的几种 无可止摘 节制 自首 端正 乐意接待远人 这个善于教导 好好管理自己的家等等了 我没有时间一个一个的讲了 那 大家合格吗 但是另一方面呢 在另一行当中呢 我讲到领袖要悔改 它是一个悔改的榜样 它要活得透明 要活得真实 它要不断生命被改变 你如果无可止摘 你怎么被改变吗 你不需要止摘了 你还有改变的空间吗 然后呢 你是一个在成长当中的蒙恩的罪人 所以这两点要平衡 这两点 这两种 在这两者的张力当中 我们要找到那个平衡 好 最后哈 最后一张 我们不讲了 最后一张 谢谢 最后一张 怎样 那是不是说今天 哎呀 我就坦诚不公的 在教会三百多人 主日信息的时候 我就把我所有的软弱 一无一失的说出来呢 不是的 这就是跟 整个的牧养系统 它这本书当中 讲到四种牧养系统 一个叫做最亲密的门徒带领 一个传道人 如果能够有两三个 这就是今天我们的小小组 两三个最核心的门徒在一起 你可以把你最内心最真实的部分 向他来分享 就好像耶稣带着雅各彼得约翰一样 对不对 在科西玛尼园 耶稣把他的痛苦忧伤 分享给这三个人 只有这三个人知道 等等了 那在接下来 有十至十二个门徒 这个 那耶稣就带了十二个门徒 对不对 你会 你如果读四福音书 你会发现 在这十二个人 耶稣所花的时间 是超过了其他所有的施工 他一半以上的时间 花在这十二个人身上 那第三个呢 是一种社交的门徒带领 就是最多120 其实根据任何的教会统计学 你一个 你多大的教会 真正你叫得上名来 知道他的家庭成分 知道他的背景的 也就一百多个人 不会再多了 那最后呢 就是一种公共型的门徒带领 比方说登山宝训 他是向着几千人 成千上万个人讲到 那我们如果建立起这样的一个系统来 我们就可以有地放师的去分享自己 敞开自己 然后真实的去服事 这是一个领袖的角色 好 我时间到了 那我就到这里 我们谢谢张牧师给我们的分享 那我们都在时空中 诸多不便 请抱歉 我们一起学习做领袖 好 我们下面请大伟弟兄 帮我们分享新的职证装备者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 刚才接着这个张牧师讲我们